近期,南加州Kovina Valley联合学区在Mesa小学开设了中英双语沉浸式教学项目。 该课程给母语为英语或中文的学生,在提供了优质课程的同时,更创造了绝佳的双语学习机会。 该校的沉浸式中文教学为过渡性阶段幼儿园,幼儿园和一年级有兴趣学习中文普通话的学生们, 营造了一个全中文的教学环境,让大家从听、说、读、写、用全面了解中文语言。 中英双语沉浸式项目采用普通话英语占比各半的课程模式,教室内的布置也凸显出中文的学习氛围。 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种之一,在教学方式上, 老师们则采用了适应小朋友心理特点的教学方式,寓教娱乐,活学活用。 我们中文都有中文教材,但是那个教材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主线, 就是我们词汇呀,基本的一些中文的概念是从教材里, 但是围绕教材我们老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学方法要运用到这个当中, 这样小朋友才能够学到。 比如说这一篇课我们学我的学校, 那学校小朋友都听不懂学校什么意思, 那学校我们就说学校是MESA, MESA我们的学校叫MESA, 小朋友知道学校, 有些小朋友太小坐不住, 有时候会带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些字, 跳跑飞, 小朋友看见就会跳, 然后在外面一起跳, 然后飞,就飞, 所以他学到怎么样懂得这个语言, 然后同时会读字那个程度高中的小朋友。 Mandary immersion的一个宗旨就是你在教学的时候是绝对是不能讲英文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方法是真的是很难, 比如说我叫多少水这个星期的词汇, 多少水, 你不能说水表示Water, 多表示More, 少表示Less, No,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很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多少会拿一个, 有时候会拿棒棒糖尖的手, 有很多这个少, 所以多少, 或者是有一些图形, 这个很多菠萝, 这个才一个, 很多很少这样。 你最后几岁开始学着? 我觉得是三岁还是十岁, 米饭, 香蕉, 葡萄, 唱歌, 手, 鼻子, 耳朵, 眼睛。 你喜欢学中文吗? 嗯。 平时会阅读一些中文的书吗? 嗯, 我们有一个紫色, 一个套紫色的书我经常读的。 雨水在地下, 不是不下雨了。 我觉得在这个Dual Language里面, 家长看到小孩子的成长, 那在这么小的年纪里面, 就像李老师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让小孩子做的时间太久, 所以我们会运用一些唱歌, 游戏, 还有一些肢体上的动作, 来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样子。 我们在中国文化上面, 当然就是刚经过的那个中国新年, 那中国新年对他们来说, 对一些非华人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节日, 那我们让小孩子唱中国新年的歌, 然后让他们参与了中国新年的表演, 让他们拿舞龙舞狮, 还有打罗敲鼓这样子, 他们都很开心。 那我们在中国新年节目表演完之后, 有一个不是讲中文家庭的小孩, 跑来跟我说, Miss Yan, I like Chinese New Year 在我班上的家长, 其实都还蛮开心看到学生中文方面的进步, 从零到慢慢的累积下来, 到现在将近还有剩下50天就学期结束, 他们都有看到学生中文的成长跟进步这样子。 学习的周期就是一整个学年度, 大概就是我们普通公立学校上课是180天, 180个上课天这样子。 目前, Kovina Valley联合学区已经在两所小学分别推出了英语、 西班牙语、英文、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项目。 对此, 联合学区学家Dr. Richard Sheen表示, The purpose of the dual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is to ensure that the kids are both by literate and bilingual by sixth grade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It's very important on our behalf to prepare kids for their future and in today's world students should be bilingual especially as they finish high school and so we want to build programs that prepare kids for their future. Kovina Valley currently has two programs. We have the Mandarin program at Mesa Elementary School as well as the Spanish dual immersion at Manzanita, and we are looking at expanding either to another language or duplicating one of the existing programs probably at Ben Loman Elementary School.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that dual language provides our students.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Kovina Vall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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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